第一位我们要请的是黄议员柏林咨询 时间45分钟 在黄议员咨询之前 我们先介绍今天旁听席坐满了 国内优秀的大学生 由一所大学的刘洪生教授所率领 政修科大周国中老师所率领 高雄医学大学济福音科大 许嘉云同学所率领的 所有同学们大概有一百多位 在我们的旁听席请现场的市府官员 跟议员同仁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黄柏林请咨询45分钟 谢谢主席市长副市长 各位市府局处长好大家早 那市长我想本期这12年来 担任议员一直以幸福高雄 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努力 那无论是过去这几年 对高雄的财政以及整体城市的竞争力 我都很努力在推动 那事实上这两年我想高雄市是唯一 六都里面唯一连续两年人口负成长的 那其他都是正成长 只有我们连续两年 那我想我们一直在推移居城市 可是为什么移居城市越推 每年一千多亿的资本们 的我们的整个总预算花下去 结果我们的人口数不增反减 而且去年前年都减 那一定是某一些问题出了 缓解出了问题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让很多人年轻的愿意来高雄打拼 愿意很多甚至退休的愿意来高雄 安居乐业等等 我觉得我们一定什么地方需要被改善 那我想我今天一开始先设定三个点 就是说我希望市长能够要向中央来 称取三个大红包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五二零那个蔡英文总统就职 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我说祝贺他就职总统 我想一个新任总统的就职 应该全国国人都应该给予祝福 但是就职只是挑战的开始 我们未来应该要做什么 我觉得站在一个高雄市议员的立场 我一定希望市长有三个红包 一定要向中央要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重启自由经济示范区 经济的大红包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高雄这几年 产业一直没有办法转型 因为我们没有大型的产业在高雄深耕 那么我们都是靠那个微虎小型的 有做 但是我也看到我们金发局等等很多局处 我这个价位吸引三万的 那个价位吸引一万的 问题是我们的总人口在下降啊 那到底吸引了什么样的人 没有一个很突破以及具体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大红包 在谈自由经济示范区 第二个我们要谈什么 财政的大红包 我想各位市民都了解高雄市政府的负债现在逼近三千亿 那如果换一个角度利率1%一年就要付30亿的利息 所以各位只要看报纸有一天高雄市你只要看到那个基准利率高到3%那一年高雄的资本支出啊大概就少得很多啊 因为1%30亿嘛那3%就90亿啊 所以这个财政的大红包我觉得市长应该要积极来努力 第三个叫生活的大红包 那我想很多高雄市民也了解目前高雄状况高房价低薪资啊 那薪资的部分等一下我会再说明 那这三个红包应该怎么样 来先跟市长说 第一个希望重启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么市长四年前你也说希望中央早日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么520就职的时候马英九总统就职也就四年前的现在 他表示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你也表赞成 事实上我也看到事务要努力做啊 我也跟李永德副市长我也到韩国一起去考察过 韩国好几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知道金发局也有专案在研究如何推动 那么高雄当时有很多相关局处也都有推动小组 你在这个报纸里也公开说自由时报 自由经济示范区 然后希望是高雄发展的契机 市长你也这样觉得 而且要提升城市竞争力 接着那么三年前行政院通过 通过了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特别条例 而且要送审 那么在2013年12月26行政院通过了这个草案 那么希望以自由化市场化开放为重点 营造我国对外签国际经贸协定促进产业转型 推升经济成长盘 然后让台湾成为一个自由经济岛 那我想这个是行政院当时通过的 可是这个案子 那么市长你也在这个2014年5月20年也说 希望不分党派的议员立委 因为这是中央的法令 希望能够推动 这是你在自由时报上你的发言 接着 那可惜啊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条例在立法院都没有过 那么 律委被占 陈廷飞评级 自由经济示范区是空白授权 所以他们就极力反对 所以就没有过 所以目前的现况就是卡在立法院 那么在这里 那么目前民进党完全执政了 无论是中央地方甚至立法院都是 那么在这里 我站在高雄市民的角度 希望高雄整体发展要更好 我希望市长提出民进版本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只要条例能过 对高雄能够好 我想都是我们共同要去努力去推动的 那么高雄也没有时间在等 那么我也呼吁市长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 是不是能够早日 让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条例能够通过 让高雄真正的能够朝向一个自由岛 能够一个境内关怀 能够在产业发展上有更大的突破 这一点请市长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言 那我完全同意将来 高雄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自由经济的示范区 一开始马总统的承诺是高雄是唯一 不过后来变成六海一空一眼区 这样的话如果到处都有自由经济范区 就没有没有特别 就是定义没有嘛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觉得新的政府以五大创新产业 对于高雄港的规划 那我觉得黄议言很多好的意见 我认为为了经济的发展 发展还有人民能够幸福 当然不分党派 那我会觉得你都好的意见 所以市长我说可以提出来民进版本的自由经济 都没有关系 怎么让高雄能够进步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的港区 我们的港区是要怎么发展 是以为现在怎么发展 或者是跟现在中央的五大创新产业 到处高雄是要怎么做 不然你过去的备当自由经济四方区 是空转 这我刚刚平坦是没有 这样我们一起努力 市长所以你也同意这个看法 我也拜托你话 会影响力赶快来做 我会跟经济部跟交通部这个部分 应该说高雄港未来的发展 是怎么对高雄方较好 高雄都没新的三业 中央对高雄是要怎么发展 这个部分我感觉 我们会非常严重 基本上你也同意本席的看法 只是细节上方向应该怎么走 是不是要做有经济示范区的 自由经济现在也有平坦啊 现在很多国家有些未必那么成功 但是怎么样子把高雄港 高雄需要新的产业好的发展 我想我的意见跟黄波瑩 这个方向是一样 好市长你请坐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说 赶快协调中央来提出高雄市 就说民进党版本也好 对高雄有利的 只要能够通过能够创造产业来 我想都是好事嘛 所以我在这里这样呼吁市长 那我想过去就是旧政府努力不够 所以才被换掉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积极来推动 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要提到 高雄需要一个财政大红包 那么我要请市长要发挥影响力 来终结这个高雄负债的问题 事实上我也让市长看到 这个比较小比较模糊 我也念给大家听了 那么这是这一次财政局来议会 那个市政报告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目前我们高雄是累积未长余额 未长的就是说我们实质的 那么总预公债借款的话是2228亿 然后捷运基金是160亿 这两个加起来是2389亿 那么不受限债务未长余额有469亿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一年起以下的250亿 事实上那一张你现在看到的是四月底 那个我们从财政局网站download的 但是里面有一笔没有对清楚 就是不受限债务上面写253 可是你们来给我的是469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在这边写是2891跟3000亿之间 那我跟市长也跟你报告 这个债务像吸血鬼一样永世不灭 除非有人要来买单 不然我们永远都要付利息 市长你也知道高雄市在20年前 我们一年的资本门大概有25% 可是我们这两三年来 我们的资本投资大概只剩15左右 15正负1% 那这15%里面 如果我们用涉及100亿概算来讲 大概有7到8%是借了 所以造成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借钱的时候 我们真正有能力的资本门 大概存8% 那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应该怎么来面对 市长你也过去说 我们高雄的财政问题 中央提供资源变少 南北补助不攻击 中央政策卑债的结果 事实上我站在高雄市议员的立场 我当然希望中央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补助 能够把债务降低 能够让城市发展这是我所忠心盼望的 所以说县市合并短差818亿 再加上劳健保补助差额325亿 那么这样子加起来 比合并前总共少了818亿 这是第一个818的来源 就是统筹分辨税 跟一般性补助及计划性补助少的 那么接着 市长也说台北 然后跟高雄 我们那个有关劳健保补助的差额有325亿 这两笔 这都是我们从那个电视 这是电视摘露下来 我想市长也在议会也提过这两个 报章杂志也都有报 那么 市长 我们要怎么向中央争取这个财政正义 如果 如果中央应给而没给 那我觉得我们理应去力争 因为这是大钱 如果这1000亿给高雄市 我们一年 可以少掉10亿的利息 那这10亿的利息 我们可以去做很多 资本性的投资 去发展很多的产业 那如果中央应该给而没有给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据理力争 那么 现在 市长你也知道 现在也完全执政了 那有关财政正义的问题 我感觉 不是过去 喊喊而已 过去 在这些记者会开开的 媒体发发的 然后呢 没有结论了 我跟市长报告 我也为了这件事 我也行文行政院主纪总署 他是说 那个点认定的不同 不过那不重要 那个都过去了 那都过去 现在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在这里 我也再一次的 希望市长 发挥你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有道理 我觉得中央应该补给我们 这是我感觉的 对我来说我看到的就是 未来如果这一千亿能够回给高雄 我们的公共债务降低 我们的余额增加 我们的每年利息支出减少 资本门投资可以增加 对我来讲都是幸福高雄 应该要做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市长针对这个财政正义的部分 我感觉我们也应该要有做法 不是过去我们在记者会啦 东团美眉的就尊都说不是这样 我也希望市长能够具体的 比如说带着四级的立法委员等等 发挥你的影响力 我们要他说 过去你欠人的 欠人的 我们都要他拿回来 来降低我们的债务 我也跟很多高雄市民报告 高雄市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这么在意债务 因为利息会吃垮很多东西 我们过去 我们现在一年大概30亿的利息 这30亿你看可以做多少事情 如果我们30亿放在学校改善所有资本投资 我跟你讲很多学校的厕所 很多学校的安全 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解决 如果这30亿摆在金发局 我们来好好发展福岛这些相关产业的提升 我们可以创造很多就位机会 可以让很多的工厂 很多的公司资本投资 赚很多人 然后因为有工作机会 领社会福利的减少 然后因为这样整体税收增加 它会形成一个正增强 我相信高雄会更好 所以这几年我在高雄 我们在议会我提出一个减债 那也得到市长的同意 所以我们每年你看从 改制左右那一年借150亿到去年 我们已经首次低于100亿 但是市长100亿也是100亿 还是很多啊 对不对 那第二个 我们也提出一个 我们怎么去让这个债务能够更有效 所以你看利率各位已经很努力在做 能财政手段能操作 我相信已经快到极限 那接着我们怎么去创造财源 那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针对这个财政正义的部分 包括中央你们认为应补没有补的818亿 包括这个你在那个媒体也常常讲 就是捞健保那320亿加起来刚好1143亿 市长你有什么看法 请到 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 谢谢黄议员 我想过去8年减少818亿 中央是说是99年的标准 那我们高雄市任地是100年 99年到100年 那个插合纲 我知道 就是99年12月25跟 对 跟100年1月1号 插合纲 插合纲 我是认为这样 我刚上任5天 你用99年的标准 我是认为这样 不好啦 我是认为 我们是很高兴黄议员的关心 不过很可惜过去8年 黄议员 我们没做 如果过去8年黄议员 你用今天这种结构的态度 我们不分党派 可以把中央做 市长我也努力 我在这边也这样跟你建议 你这样讲 但是我想这个部分 我也是这样做 我是市议员 但是你也一样在国民党里面 是一个最优秀的 国民党栽培的新世代 你是青工会主委 你是有很有影响 我感觉你就没法影响 民进党的国民党的中央 但是我跟黄议员 如果这818亿 我们会趋势跟主席处 主席总处 我会跟他讨论 说这个部分 在过去马前府的时代 这个部分 有什么要怎么完照 所以我们明确就是差 因为那五天的基数 没错嘛 这个部分 那基数那就差很多 结果就差很多 一百年的标准 跟九十九年的标准就差很多 那另外这个部分我会继续努力 818亿的部分 但是818亿 你说过去马前府八年 欠给高雄市政府 八百十八亿 你说新的副英文政府 资金 你叫他说八百 八百十八亿 你的财产 一条的都买买一条 都是学校 都是道路 那个市场没有周转价值 没有 我认为在财政各项 包括天下杂志 对全台湾各县市 高雄都是中断板 不是全国最糟 但是我们的负债最多 负债最多 今天负债 你不能够负债最多 我承认 但是这个部分 你在三人先的市场 问题是现在你当市长 你不要都推给 你不要都推给苏南城 我都推给现场 我跟妳讲 以后的市长也会说是你啦 当然 那我现在 所以现在就不需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你当市长 你就是要承担嘛 所以我现在说 就是818亿 你要怎么去要嘛 我不是 国民党没有做好 所以国民党下台了嘛 好 我现在给你们去啦 我就要看你们怎么做嘛 讲很清楚啊 但是不是看好戏的心情 不是看好戏啊 我是共同协助 我们是很努力在做啊 我努力在经营 有财政问题 我一直每年都在监督啊 我们也很努力啊 对啊 所以我也努力 所以我鼓励你去要啊 没错吧 谢谢 好 那325亿了 那怎么去要 勞建保会当时 勞建保会这个部分 都在跟中央 过去勞建保会的补助不公 那我要求中央用共同 用这样的标准 对高雄市 那你觉得你有把握 可以要多少回来 我没有这样的把握 我想 我会 市长你讲话一言九鼎 你一定要有把握 才可以出手 哪有一言九鼎 你黄议员 你在国民党的 不是一言而已 我不是市长 没有啊 你是国民党 清工会的主委啊 你最有影响力啊 所以市长 那320亿你觉得 你可以要多少 我会 我不知道 我会努力 我会站在高雄市的立场 只要对高雄有利 我就不放弃 市长你请坐 我也跟你一样的立场啊 我如果没有这个立场 我怎么今天会跟你谈这个 我也希望 我们把问题挑出来 我也知道 因为那五天 那你的认知就是差了818亿 对我来讲 我也希望818亿回到高雄啊 对我来讲 如果劳健保不公 我也希望他补足高雄 但是为什么不公 他一定有原因嘛 那有一些不是我能了解 我也跟市长 我是高雄市议员 我没有办法到立法院去 但是起码我真的很关心 这几年我想 财政主席也了解 我当年我都在关心这些问题 我一直也跟市民讲 不要认为城市不会破产 美国底特律就破产了 不要这样觉得啊 因为我们的债务 我也跟大家讲 这三千亿等于什么 这三千亿等于新北市加台北市的债务 这三千亿等于台湾省16个县市加起来的债务就是高雄市的债务 就是这样啦 所以我也希望当你会去讲中央少给你320亿 你就应该要有预算说我应该站在我的立场站在法律站在各种我可以去要多少回来不是丢一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啦 接着 高雄市民需要什么 生活的大红包 我也希望市长能够发挥一个影响力 事实上高雄目前并不是低房价低薪资啦 事实上以我们的薪资来看 我们很多的房价相对是偏高 但是房价那是一个市场机制啦 我们也没有去大的一个制作说他一定是多少 但起码我们怎么努力去把薪资拉高嘛 那么如果我们花同样的上班时间高雄的薪资远不如台北 以前还可以用收入不高 还在房价物价也不高来自炒 那现在呢 市长 这是研考会 研考会主委在这里 他委托的高雄市大专院校毕业生趋势之研究 高雄青年的月薪比期望值少了4000元 那么高雄月薪也比全国低了5000 期望少4000 那真正的少5000 那么苹果日报更指高雄人 为什么25K以下我们还是觉得很正常 这是主技处的研究报告 那么我们目前的薪水状况 那么现在高雄并不是低房价低 物价 那么苹果日报也调查了 高雄五年来每瓶成交单价已经从12万.68 然后涨到16万 然后涨幅达31% 那么总价也从606万 五年后涨到754万 涨幅也有24% 那么高雄市的房价涨幅惊人 但是物价也一直上涨 那么调伏薪水根本赶不上 那么市长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正义 那么这个生活正义就是 以前都是说高雄的低房价低物价 所以欢迎大家来 虽然我们这些薪水比较少 大家比较快还是可以过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低房价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低薪资拉上来 事实上要在高雄生活也不容易 那么我提到了我们要把高雄的那个低房价 低薪资能够拉高 那就是要好很充分的就业机会 那我提到了高雄整体一年看下来 我们的人口是减少的 我们的薪水事实上比其他比起来是少五千 这是我们高雄市研考会做的统计 那么我们跟其他比起来 事实上这起统计 但是我们在看到 我有很多好朋友 他的第二代有的都在台中就业了 那去了大概就回不来 储备了就不回来 很多在南科有的在通勤 然后在南科附近周处 所以中而言之还是在哪里 还是在工作 我最近我一个博士班的学长毕业 他的题目就是谈论贫穷 他说贫穷 我们一般看到物质的贫穷是可怕 但是其实最可怕是知识的贫穷 因为知识的贫穷 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去突破他的现况 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因为他本身也不愿意学习 然后因为这样他可能就越生活不如意 愿天愿地不工作 然后慢慢的他就人生他就往下 是下的一个循环 可是那个知识贫穷 我们如果把它列入一个 我们目前在施政很首要的 从改变观念 然后给他很多就业机会 事实上我们看到相关局处很认真啊 劳工局也很认真啊 办很多的媒合 那我问过一个 他说他一年媒合一两百个 我说这都好事 因为媒合一个 就可能就到一个家庭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全部救 但起码一个一个救 能救多少算多少吗 我们大概能做 那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在高雄正义上 我们怎么让更多人 市长我也一直来跟你报告说 譬如说我们三民区果菜市场 那最近也有在抗争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是对的 前几天他们来找 有人打电话说我去关心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那个土地很早以前 就变到高雄市政府 你们为了就是换一个 换一个感觉你们得到 你们才有机会嘛 那如果没有谁敢把土地给你们 那是不对的 我也跟他讲 我两年前就跟你们讲 你们去换一个 只有这一招 其实他没有办法 那你像市长 这我也是一个心情 就是说 我当然希望你们的权益能够确保 可是如果你明显抵触法律 那怎么做 对吧 这一个 所以果菜市长 如果路打通 那个北侧做 南侧 我们也不一定 把它当做肉体来买 我一直觉得 我们高雄需要很多可以创业 让很多人来歌雄 不是只是这个生活正义 还包括 我来歌雄 我今天要来歌雄 发电 无论是创业也好 不只是创业 创业要扶导 因为我也跟市长 我的观察 创业如果没有扶导 百分之二十五成功 只是创造七十五的 比以前较散的 这样也不对 要辅导 进发局责任就会比较重 怎么辅导很多人 无论是各行各业 他都愿意来高雄 我们给他一些基本的一个设备 比如说 一开始租金比较便宜 我们有银行 我们有专业的 结合南部这十几个大专院校 给这些告收 我们给他们不同的辅导 让他们未来 能够有竞争力 事实上我们高雄也有很多 很优秀的 我曾经跟一个企业家聊天 他说他不过用三十年的努力 他爸爸三十年前给他十万 他现在营业额 跟我们高雄市的税出差不多 做一千多亿 横跨马来西亚 美国大陆 还有台湾等等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你成功的重点在哪里 他就说资本投资 他说他贪的钱 几乎都继续投资 而且是资本投资 因为越投资越多 他就形成一个正正的成长 好 那回到这里 我也希望市长 我们在生活正义这方面 我觉得 我们高雄要吸引的是 团义来高雄打拼 如果高雄成为一个创业之都 我们就给他辅导 我们也有高雄银行 专案比较低利的辅导 我们有技术的辅导 那高雄这个地方 过去我们随从 比起来我们的生活成本 比北部也相对低 让他们好多 让他们大家来 比如说果菜市场 千雕南车这堆一堆能够一部分来使用 包括我一直在提的 这个屠宰场 本来就以种工业用地 快要拌走 没人家在家里在台地的啦 环境也不好 卫生也不好 我们把它牵走 我们把那个区域看什么 有我们自己要编预算也好 有人来BOT也好 我们就让他能够成为很多人来创业 事实上创业不一定年轻人啦 那有的五六十岁很有经验 他也很有钱 那只是缺一些动力 如果年轻人要夹职费者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让很多人来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提供这个场域 这些人来 他都有缴税的能力 那吸引的是有缴税能力的 我们要吸引的是有消费能力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来都是要来领社会保障的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来高雄的每一个人都是 只是来领补助 那这个城市财政负担会很大 我们应该是吸引 要来创业的 要来二度创业的 要来打拼的 那高雄会是一个好的发展 这期本席一直很努力 也希望去做 我觉得这个城市应该要很有生命力啦 因为你看我们有高雄港 然后有高雄港 然后未来 比如说自由经济示范区 如果能够通过 那我们这个交通也蛮便利的 然后产业腹地也够大 我一直觉得高雄很有希望 这是我们来努力的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不知道市长有什么看法 请你答复 谢谢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黄议员有很多好的观点 我基本上都是认为 这个部分 只要对高雄未来的发展好 我们不仅是欣然接受 事实上能力的方向 差距是不太延 不过我严厉跟黄议员 刚提到说高雄薪资比台北少了五千块 那根据我的了解大概相差是一千八百多 当然有 那会不会调查 没有研考会 以那个引用的 你们同样的调查我所了解 没有关系 研考会是引用各个人力银行等等 总而言之 我会觉得说高雄市 怎么样子给年轻人有创业的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那我会认为说高雄人口用富级 应该不是来估计 高雄人口唯一的一个方式 我们高雄市有配偶的问题 有金融的问题 很多配偶人 乡亲 我小孩我就只要定期在配偶 我只要定期在金融 要留高雄生化就对了 但是他们都在高雄生化 你也按照整个劳保投保的人数 高雄人口是增加 但是我想 但是黄议员提醒我们这个部分 那高雄市政府的团队都应该 都要戒胜恐惧 我们都应该要注意 说如果高雄不能够吸引年轻人 那高雄这个城市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要检讨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跟 不管是我们高雄市的经济顾问 何美业 何潜部长 跟新的经济部长 我们认为说高雄市能够给年轻人的创业是什么 所以黄议员刚刚有提到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给年轻人的一些空间机会 那现在我们的经济局都在做 规模够不够大 吸引够不够大 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检讨 我们认同这样的方向 这个城市应该给年轻人有机会 有创业的机会 高雄市政府包括高雄银行 包括吸引年轻人来高雄 我们认为让他们美梦成真 我想这个方向 我觉得市府的团队相关的基础 我们都应该要更努力 市长请坐 那接着本期要提到就是说 高雄的石化产业 石化产业应该何去何从 那为什么要提到 因为每一个石化产业的投资 可能都是好几百亿 甚至有的上千亿 那到底高雄适不适合 继续发展石化产业 那我们石化产业又分那么多 我们到底能做几类 是我们可以做的 那这里面就很多可以讨论 比如说本期现在列到的 我们南台湾的产业政策 以国家整个台湾来看 我们到底高雄应该负担什么角色 然后从这个角色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在发展这个角色过去 我想更多市民都知道 高雄过去就是重工业 中钢 中船 中油 全部都在这里 甚至火力发电厂也在这里 这个每一个东西都是会增加PM2.5的 市长我跟你报告一下 高雄市经常PM2.5超过7 那个对身体都不好 如果你们了解 当那个PM2.5越高的时候 你常在慢跑 我想那可能是慢性自杀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 我们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解决 所以百万市民的健康与发展 我们应该怎么去考量 我们过去 我有一次去公事上一个节目 然后他就谈到 那因为我比较好心 我就给他告诉他 你要回高铁站 我用我的车载你 我在车上就问他 他说民国六十年代 那时候台湾政府去美国招商 他的标题是 我们这里不用环保设备 不需要环保设备 你有生产设备的吗 你来这里生产 环保不用考虑成本 这是不对的 事实上我们还是很多边际成本 健康 环境污染 这都是我们的成本 如果说我们赚了一些税金 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高雄市民 身体健康都不好 我不知道市场 知不知道这个调查 高雄市平均的比全台湾 大概少一岁 小港附近的比原高雄市平均 大概又少一岁 那换个角度 躲在小港大附近的大附近 大概比全台湾平均减两岁 那就是空气不好 每天在那里速冬的也不好 所以第二个 我们百万市民的健康跟经济发展 我们应该 应该也要一并放入 那第三个 这个转型正义包括环境正义 我们对环境 事实上我们都会离开 我曾经听内政部长李宏远 他说他前内政部长 他说台湾能盖水库的几乎都盖完了 那以后如果再缺水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开始朝水质进化 各种角度节水 我们很多的工具 我们怎么上游保水 中游自洪 下游防洪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大雨来的时候 那同时我们怎么把这些水节流下来 这都是政策工具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第三个 转型正义也包括环境 我们怎么善待这一块土地 我们怎么对未来子孙的环境交代 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 都是会污染 甚至超过我们未来技术所能控制的 那这样的产业 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发展 那第四个 我们需要继续牺牲高雄来成就台湾 如果我们背负的是这种压力 就说你一定要在高雄发电 这些生出来的空气都没有 还有很多围城 围服成立等等 那我们要继续做吗 那以后做到什么 那第五个就是 那如果讨论到这里 那石化业的未来是什么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要讨论 讨论什么 能不能做 要不要做 做在哪里 怎么管制 它应该是有政策心 而且可能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解决 我觉得这是市政建设 就是一棒接一棒一直下去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开始讨论 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都发局的广告 那是好多年前 他说 那个大林浦 应该不是大林浦 那个红毛港千春 历经四十年 终于成功 那我不知道 听到这个广告 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应该要悲伤 是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有方法积极去面对 我们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所以我今天会在这里跟市长讨论这个石化产业的议题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反对 也不是说一定赞成 那你也说公开说 要应该征求很多市民公民的意见 大家来讨论 那我觉得 未来的环境 我们现在应该要更多的座谈 更多的沟通 因为你说 一定要规划一个石化专区 我跟你说 我们用用的人也不需要来 成本又浪费 又制造更多的资源 没有效率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要跟业者有一些讨论 甚至 有人在讲 那你人大工业区 能够再做几年 他现在我们都不能再真心设备 也不能有扩大产能 那你未来还能做 那五年十年后 他的设备都不行了 而且 如果我没有 看不到未来 你想他会再继续做资本投资吗 大概很难 我现在是烂 那也是同样 可以用就用 可以贪几年贪几年 后面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那我在这里是提醒师傅 应该 应该要有一个 比如说论坛什么的 没有关系 就应该要去讨论 未来高雄 我们还需不需要这样的产业 那这样的产业 对我们边际成本 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我听说 牺牲环境 牺牲一些健康 对生活 对各种的一个伤害 这些边际成本 一定要再考虑 我们不能只是看到 有税收 总公司签到高雄 然后有税收 然后有就位机会 那村的呢 村的我们也是要去看 所以这五个问题 包括未来我们高雄 要不要这样做 然后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市府应该在这个领域 应该可以扩大 也让厂商的意见 让公民的意见 让环保团体的意见 大家来共同讨论 然后来做决定 如果什么是可以做 那依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准 是可以克服的 那当然有就位机会 有产业进来是好事 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嘛 大家不要做 最简单的决策 就是什么都不要做 那这样又不对啊 应该是我们什么东西 是可以控制在 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能力是可以克服 然后它又有价值的 那如果我们产生了 我们实话专业 吃点哪有 你做的都是低接 就做不到工 这样我们做到要做什么 就像加工出口区 如果它不能不断的在升职 它所做的都是 探工钱的 这个大概没机会 在台湾都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提升 市长来请你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高雄的食物化产业 喝气喝醋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 过去中央产业的布局 就是高雄就是一个重工业区 导致今天我们付出很多代价风险 也就是说今天包括很多我们的一个环保团体 到底经济发展重要 到底环境的争议重不重要 环境一旦破坏都没有办法挽回 这个当然都是讨论 不过我想就是说今天高雄市 后进五清的迁移以后 那到底我想我们高雄未来的发展 到底大林埔要不要迁春 这个部分都是如果说 今天我们高雄市一定一个方向 未来的发展 如果是重污染 如果产业没有升级 没有提升 没有高层的话 没有高层 我们是绝对不会支持 我们绝对不会支持 那我会觉得说将来 不一定是一个石化的一个专业区 是一个未来我们绿色材料循环 就是说原来高雄现有的石化区 他们有很多未来绿色材料 有什么样的一个高质化以后再利用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都严厉跟中央的经济部 在这个部分严肃来讨论 我们也愿意开放在这个部分 不管是大林埔的千春 或者石化业的核气核丛 我们愿意跟环保团体 包括跟议会 大家业者 大家共同来讨论 但是你如果继续 有点高雄 多好高雄像我们石化爆炸 我想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 如果是安全的 如果是低污染的 如果是用科技的方式 可以减少不会对人民健康的损害 这个部分我想现今全世界有很多石化产业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观摩了解 如果别人做得到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严厉用一个最开放 大家一起来看高雄未来石化业 它的方向在哪里 谢谢市长 我是觉得这种问题就是多讨论 而且要事先 而且频率 值跟量都要够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谈的是一个产业 对企业来讲 它可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投资 我们不希望看到 有很多投资案下去 做到一半 那不可以 那这样对企业也是伤害 这样也不对 那我觉得应该是事先讨论清楚 能做不能做 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些是应该我们来去讨论 那我也觉得高雄市 我们也欢迎很多企业来投资 那要陈如市长提到的 你来投资的是对我们的污染 不要那么大 甚至要怎么去控制的 又能创造产业 又能创造就业机会 又能有税金 那当然那是我们要挨 这个部分我希望市府能够多讨论 然后赶快有一个 也不能讲结论 有一个方向 那我想企业他们在投资布局 有时候是五年十年二十年的 也不是今天讲一讲明天就设厂 那都不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市府相关局处 能够再努力 那接着本期要谈到一个水资源的危机 那我刚刚也提到 李宏元前部长他也提到 台湾大概没有什么机会 再建水库了 因为可以去的都去的 不可以去的 人也没什么要放去的 譬如说美农等等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大概有四个 一个是水质的安全 我这边写的 事业废弃物 农药污染 那第二个是缺水 高频息整治 地下水的补充 然后老旧管线的泰环 事实上你知道我们那个 自来水的漏水率还算蛮高的 然后管线的污染 因为有一些管线 过去还有那个 很早以前日据时代 甚至三十几年 自来水管到现在还在用 等等 这个当然这也不是我们全 只是说我们应该把问题 点出来然后怎么解决 最后我们的新科技的一个引进 那在这里今天因为时间剩四分半 我跟市长提到 事业废弃物跟农药污染 事实上我不知道市长 应该这个陈副市长在这里 有很多环保团体一直在提到 高雄最近有几个案子 那比如说 好几个案子 比如说有的在骑山 那码头山 然后有人说 那边是水源区 那为什么要做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 那我想我在这边 我也咨询过市长 我觉得我们相关团 我们相关团队有没有去严格把关 到底能不能 不能的原因是什么 能的原因是什么 好 那我觉得像这些都应该去讨论清楚 而且让民众觉得 政府是有严格在把关的 比如说 有什么铁线工厂 比如说有什么紫器等等 我觉得像这些相关环保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观念 卢市长提到了 环境的破坏以后 要再回来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 在这些包括跟事业废弃物有相关的 然后包括这些有污染的 我们应该怎么更积极去面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厌改者 我记得我在十年前我刚当议员的时候 我就跟当时的环保局长说 我说有很多那个事业 那个叫污染控制场子 我说不是等他们要开发才来整治 是我们只要发现它是污染场子 我就要求它改善 怎么可以等它来开发才做呢 如果它要20年才开发 那等于一个毒药放在地下 让它渗透20年 那是不对的 是我发现你是污染控制场子 我就要求你限期改善 你要把好的地坑移人的 不是你要开发 我问你 你如果30年以后还要用 你是养地的 那我们附近土地不是被你污染光了吗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要跟市长 来做说明跟报告 就是说 我觉得针对这些民众有大量疑虑的 应该要更积极 沟通 然后说明 甚至公民团也会 我觉得 只要我们站得住脚 我们都不怕人家说 我们心中很坦荡 就像我面对十全果塞事 我的态度从头到头我都很清楚 我没有犹豫过 我也没有迟疑过 我也没有演什么两手奏 我都不需要 我觉得人就这样才会自在 所以在这里 这个立场本系也一样 我们针对这些 我刚刚提到那几个 你们觉得有问题 我觉得更应该积极的 只要有团体来抗议 我觉得好人家说 了解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还没有想清楚的 那我觉得这方面是应该要做的 市长你同不同意本席的看法 谢谢 高雄市对任何的一个环境影响评估 都不是市政府 市政府只是主旨这个会议 市政府的官员 相关的业部担任 大多数都是外面 外面委员 这些委员都是非常的专业 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可以 左右 或者谁可以 左右影响他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的严谨 那加强一下公民的论坛 对 那个说买桃桑 他现在连讨论都还没讨论 都还没有 但他到底是不是水源区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水利局 环保局都有公开的答复他 是不是水源区 但这个地方能不能做 我现在都还没有进入 我这个在进入环平讨论的时尊 白头山环保团体的代表 他们都可以在那里唱首一言 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 那我只是愿意跟黄一眼表达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严谨 我不是市长可以决定 不是我可以给他影响 买 我都没有 这就是尊重专业 尊重专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同意 要跟大家继续沟通 让大家更了解 谢谢 那我想我也没有说 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 因为我也不是这份专家 我的意思是 应该要让他更透明 让更多的团体的意见 多沟通 就是现在公民论坛很方便 就让更多的意见 会计搞不好有一些 我们香港人没想到 也不一定 那我觉得这样来加强 那我想今天在这里 也跟市长就交 就是说 我觉得属于高雄市的权益 我们应该努力来做 那过去我没有做好的 如你指教的说 我没有发挥影响力 我也跟你致歉 但是我也是真的很努力在做 我也盼望 我今天提的这三个红包 能够在短时间的有一些结果 也不一定 谢谢黄议员 休息十分钟